郭文貴議員 昨天高開賢議員都講到關於程序的 語氣都幾重 他就的確是有理由的 因為事實上現在在微企和裸牌 還有記事據所問的公務局的批職 的確是遇到很大的困擾 也都時間很長和複雜 也都我聽到李產鋒局長 講到我們依法和我們要跟程序 我是同意的 他說得非常對 我做一個統計就是 如果講程序的確公務員要守秩序 和要跟程序 首先我數一下 我的時間都不太多 有基本法 有法例回歸前回歸後 有法令 有行政法令 有內部有外部的 有專有通知 有批示 有指引 有通告 有行政程序法典 有五大法典 我們三個委員會 現在格格賣賣 都有將近拉雲二十幾個 八九個拉雲一個小組法例 一個地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 很多法例很多規矩 不是很健康 就是社會有問題 講到這裏 就是 我又在這裏想了 究竟李產鋒局長在說什麽呢 的確現在 做局長沒有人肯做的 司長 做局長沒有人肯做的 因為早前行政法務司司長 來到立法會 就說 因為氣象局那件事 就是它暗示就是那件事 我們將會修改法例 就是將來對於局長 領導層和前線公務員的 退休金 是會修改法例 它是因應社會有聲音 社會有聲音 它就會這樣 我想問局長 誰跟你埋名呢 台下那些多辛苦 怎樣跟你埋名 怎樣去做呢 那 司長 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叫做監督實體 叫做Dudela 監督實體 我曾經跟行政法務司講過 幾年前的 就是說那些聲明意義和素緣 是廢的 廢的 沒有用的 就是誤會化 因為根本上那個制度是廢的 聲明意義 沒有用的 每個人都去到法院 所以我就同意司長講 我現在寧願有多些法律顧問 好過有工程師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訴訟 這裏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想問你 為什麼你不用呢 調解和仲裁 是一些合約 令到你不需要全部堆去法院 做不到嗎 有什麼困難呢 我希望現在也很流行 現在我們都不夠將來 特區政府都投入資源和人才那方面 我想聽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很多市民就是早前 我就拿了這個出來 司長就曾經對於車廠就說了對不起 吵架 司長你是一等公務員的 因為你有退育金 有年資 有房屋有別墅 坐頭椅等這些福利 那些市民怎麼跟我說呢 他說呢 我不要工資 你只給我福利 我就可以了 他跟著說 這樣也可以 還有一種東西 不需要問責 不需要問責 即是你做錯事 不需要問責 你不需要說對不起 其實你說 你是大男子漢出來幫局長說話 幫前線 我是欣賞 這件事我是欣賞 但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局長現在有些是二等的 其餘的三等什麼都沒有 那麼很多人都想做一等官務員 怎麼可以做到一等官務員呢 那麼這個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呢 就是昨日呢 我們的專櫃 旁川 還有 柳氏毅議員呢 就講到 關於請人 那麼 你沒有講到 不過我們 那麼就 關於請人 那麼司長呢 你就琴琴琴 就答了我 其實呢 司長 其實請人呢 現在來說 是可以請到的 所以要細心一點 所以 或者你請一些法律顧問 好一點的 幫你手 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呢 請人呢 如果不是編制呢 你首先呢 你可以用基本法 第九十九條 請一些技術專要 譬如普國人 或者外籍人士 都可以的 不要說不行 第二呢 就是法例十四尺八 2009年 還有跟著修改了法例十二尺八 2001年 給行政壯官 有四個步驟 舉個例子 GDI 他需要請人 他做個建議書 做個建議書 做個建議書 加上一個 minuta 都contract的 minuta 每個人都知道 加上行政公職局的意見書 那三件事 接著呢 就去哪裏呢 去監督實體 監督實體 看了 就是你閣下 就交給長官 那就搞定了 怎麼會說不行呢 怎麼不行啊 你真是很不行啊 真是要培訓啊 曾經呢 我們澳大 澳大校長都來過這裏 他說怎樣可以培訓那些特首和司長 真是要培訓那些特首和司長 不過我不是說你啊 你明白嗎 但是呢 真是需要 所以在立法會回答要很小心的 不要說不行 世事沒有事說不行的 什麼都可以的 那我跟著呢 我還有一分鐘 我想問一下 司長 你可不可以說 那些土地的債務 現在還成怎樣呢 啊 說一說 差多少 還要還多少 那另外呢 就是關於離土那些七個大座呢 就是那些所謂 就是建議宿舍啊 我想問 是哪個建議建儀 哪個先件核 哪個後 可否告訴我們 是為什麼醫務大廈先 宿舍之後 醫院之後 真的 這是這個之後 這可不可以 介紹多少給我們聽 讓我們知道 其餘就是下一次颱風的時候 拍停車場 我們有十幾個就不可以拍的 他們那些人拿車走就要拍別處了 最前那個山竹的時候 我本人和行政法務司講過 就叫他找六間駁記 就希望他們開的那些停車場 很多人都拍了六間駁記的停車場 那下次我們怎樣細節 可以令停車場給我們澳門人拍車呢?